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再来接通一个电话 也是一位观众 我们听听他有怎样的问题 要请教詹老师的 来 我们接通他的电话 好 这位观众你好 喂 你好 我是来自海南大学的一名大学生 大学生 今年二十岁 有什么样的问题要询问詹老师呢 从我的角度来看 火即火掉似乎跟急功近利有相同的意思 但是有时候明知这样不对 却还是做一些这样类似的事情 然后结果会导致比较严重的后果 然后请问我的 或者我们广大年轻人的这种心态 该不该调解 该怎样调解 然后如何取舍这样的功和力 是 自己知道不应该这个急功近利 但是无法控制自己 所以还是火就火了了 对吗 好 我们听听詹老师怎么来给你回答 这个问题问得好 问得好的原因是因为能知不能行 人们知道得多 但是不见得能够实现 也不见得能够做得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有的研究行为科学家 或者是这些哲学家 最终也没有得给出的答案 到时我看到一个叫齐克国 我们这个地方叫做凯克尔是吧 那么这个齐克国他是一个丹麦的神学家 也是一个文学家 更是一个存在主义之父 他在一生当中写了41本书 可是在41本书里面 有一个我是最最最最喜爱的 也就是说知跟行 这两块 知然后就行 我们以为知道了就回去做 没这回事 知道了是一回事 做也是另外一回事 没有办法把它连接在一起 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我们的佛家 我们的道家 我们的儒家 都没有真正的看出这一点 而这个老兄看到了 他说缺少一样东西 那就是意志 没有意志 也就是阻挠人的一辈子的 就是意志 意志是吗 我选择这个工作 我选择这家公司 我选择我的太太 我选择买这个房子 我选择我生两个小孩 这些都是人类真正的所谓的意志 也就是人类 其实是用意志来走人生的路 那意志是什么 就是你要做下你的决策 决定 而这种意志 够不够强烈 意志够不够坚定 就影响我们的行为 影响我们的行动 而然而很奇妙的 行动的最大风险是什么 不行动 任何人都是什么 都知道 但是不一定做到 就是缺乏 什么意思 意志力 没有足够的意志力 没有足够的那个决心 愿意去做好一件事情 更没有办法坚持到底 而这个才是人类最大的悲哀 我们常常讲说 人类其实生来都差不多的 IQ高低 什么EQ 那个其实都是做参考而已 关键各位像 我们都晓得像佐佐 指挥家 他是IQ很低的 不到70 可是在复兰的大学里面 既然能够变成 他指挥家 甚至于在我们国家的音乐厅里面 是指挥 你相信吗 一点都不敢相信 可是事实上 他已经摆在眼前了 告诉我们是什么 那是意志 意志就是 他愿意去做那件事情的时候 他会越做越轻松 越做越快乐 最后呢 得到的结果 成果越来越好 也就是说 当我们做了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会发现越来越轻松 但是成果越来越丰盛 告诉各位 其实就是你的人生的 就是人生所谓的 你最主要的关键 很多人学会了 做会了 然后就不想再做了 然后就换一个不一样的工作来做 换一个不一样的公司来做做看 那这时候就会迷失自己 所以我是觉得 重要还是在意志 所以在座各位假设 真的可以的话 你会开始练 操练自己 我在一个一天里面做一件事 你一直贯彻 你在一个月里面做一件事情贯彻 你假设一季 一年 十年 二十年 一辈子 做一件事 那就了不起了 至少 我将近三十年以来 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传播德鲁克的管理思想 传播他的理念 但是我一辈子 在实践他的理念 因为什么 因为我认为 假设我不这样做 我没有办法的 所以因此我就 一直朝这个方向去做 不管我面临什么困难 面临什么样的障碍 我认为那个都是 没有意义 对我来讲 不说 摇动 不说动摇 我也坚持到底 一直走下去 那这样一直 躲到现在三十年了 我发现它越走越好 越走越甘甜 为什么 因为我后来才发现到 原来 其实是一个练功的 好的方法 因为我东练西练 练到最后什么也不会 那我不如练一个功 把它练完了 那就不得了了 所以刚刚那个 功本五藏的一段话 叫做断练 各位知道 他解释那个断练 太经典了 千日为断 万日为练 那千日是代表几年 三年 然后 那个练呢 使万日为练 万日是代表多久 三十年了 所以一个功 假设你花三十年的话 练出来 那肯定是六百场 场场精彩 所以我一直觉得 这个才是我们 共同可以努力的地方 谢谢你 优优优独播剧档